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股坛事件 我是施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施老板,邵永青施生 是,大家好 刚刚这个星期,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市场冲击近三万点 另一个观众很紧张的,就是施生 过去几个星期,都分享了很多见解 包括市场只是短暂调整,没有专势 另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继续主导后市的发展 这些仍然不阻挤 所以,观众都很期待 施生,今天下期再谈我们一讲一讲 有什么股坛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判断 那支一跌跌,四百多点 就不是转载 调整一下,应该会再上 很快就调整完了 这个也算是中了 当然之前中,不是代表以后都会中 如果你说市场走势 当然一定会有变数 但市场上哪些是主导因素影响的事 那些我相信 我仍有一定的判断 现在到了这个水位 大家会很紧张 三万点过不过得到 应该上星期三也碰过 又下跌 星期四又上跌,又下跌 究竟能否冲得过 我自己觉得毫无疑问 今年一定会在三万点之上 过不过就确实过 问题是过到什么水平 为什么说过就确实过 还有信心 广告已淡了六千点 但之前跌了一年 跌得很残 现在才慢慢 可能有些人觉得不算慢 不算慢之中 我认识的朋友 很多在行动上是慢 市场不算慢 一月份升 他便猶疑 走了保 走了保 二月三月又升 他又不知跟好还是不跟好 看一看已经走一段路 升了14% 14-15% 我相信未曾存货货的人 亦有很多 很多人还希望 我不知道你在基金界的情况 基金界是否快手 相对一般投资者 我们仍然有部份 都是搬迅搬移 今年是否已经全城 都已经持续 应该未至此 即使去到三万点 亦是去到2018年6月的水平 亦不是超前了很多的水平 我自己觉得市场的气氛是乐观的 我不是做股票为主 我也是做地产为主 如果地产市场 就真的一片轻旺 很多客户都是后悔之前 没有趁低位 回落的时候 没有日到 现在追的人都很多 而且还未追完 因为地产二手市场 随着货疏 另外在国际大环境 最基本的变化 我觉得除了中美磨擦 现在双方都知道要妥协 要谈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都是这个方向 因为邁国牙知道对方的实力 一个是原来自己也要付出代价 我基本上认为 美国不会再加注要扩大贸易战 只是要处理之前已经发生的事 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由缩表到现在 可能又要抗表 其实欧洲不能缩 亚洲日本中国也不能缩 其实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 现在都将货币政策宽松了 没错 现在最新说 美国还说 有些人要减半厘息 你要改变倒挂的情况 唯有减息 令到短息下来 我自己觉得 大环境整体仍在向好 基础挺好 人们未曾日足够货 当每个人都觉得日足够货 才有危机 现在羊群仍是想跟不想跟之间 所以我自己认为 大趋势今年不止过三万点 在三万点可能要巩固 不出奇 但最终应该是挑战去年的高位 可以去年年头 即是三万三 三万四 当然不是一步登天 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事件 但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 接下来我相信会有更多资金日来 多于会有很多资金抽走 应该未日足够 现在你看到港股或美股 其实流动性或资金 比之前好很多 是的 在地产那边我跟伙计聊天 他这一刻 想不到他的实力那么强 拗他一下 又有些钱拿出来 拗多一下 又有些钱拿出来 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收到那么多钱 你看看银行系统 真的十几亿 香港M2有14万亿 比当年1997年多了 很多倍 四五倍 所以其实 现在就开始 拥有现金的人 会开始担忧 他能够买到的资产 越来越少 现在通胀就不会一定很厉害 因为你买那些日常使用的东西 是没有储存价值的 你不会买很多 但现在我们积累财富很多 积累财富不会去买柴米油盐 就会买一些资产 楼 股票 越是升 他越恐惧 对于消费物品 价钱越升 就越少人买 卖不起 但是对于 投资性的商品 越升 越多人买 因为越升代表 他的钱 会买得少一些 他就有恐惧 要快速把现金转资产 所以我觉得 一旦联储局不缩表 手上有现金的人 就会快快速去换成资产 楼是一种 股市亦是一种 这两种 人们愿意冒风险的时候 愿意持有的资产 所以我自己觉得 资金正在流向这些资产 可否这么说 市场的流动性很多 只需要风险的位置 或者偏好一改变 会令市场的资产价格变化 现在应该说 未曾反映 市场上的资金 现在的资产价格 未完全反映 因为之前的人 相对保守 相对持有现金的比例高 之前就怕输了 现在就怕执输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大家都要留意这件事 在民间情绪上的变化 另外 港元和美元 中间的息差 都有一定的距离 令人很担心 港元的流动性会减 对楼、对股票 这是值得担心的事 现在 因为有息差 所以 有套息活动进行 但不是等于资金流走 只不过是 港息还是很高 美息很便宜 港息很低 美息很高 所以就是利率的套顿 而当匯率有联系汇率保障 汇率上的风险 是相对低的 所以当港息和美息有距离 它宁愿全美元 但为何港息比美息低 很奇怪 原因是因为 港元的流动性强 很多资金 在香港银行系统 所以 不是因为 港元在流失 而是港元仍然有很多 投资者都是偏好港元 所以不用太担心港元和美金中间的套差 不是因为港元弱 而造成 现在 人们对投资香港仍然有偏好 只不过 在联系汇率下 大家的息差 造成人们 好像唱美元多了 因为那些是 小眉小眼 没有大智的人的行为 去贪心少少 如果香港的投资环境好 他不理你少少会餐 他快速些 换了港元来买 香港资产 那里还赚得多 所以去套息的人 当然他可能钱多 那少少他也会贏 但不是市场主船率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港元和美元中间的投资 影响到港元资产 没有人因为对香港失信心 对港元失信心 移走去唱美元 是有部份人贪较少少利息去唱美元 所以整体我们都应该看好香港资产 不需要那么悲观 好 今集到时间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问题 记住去到以下的网站 留下你们的问题 施先生下星期可以回答大家 会员 cha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资产与会 感谢观看